大火从二楼窜出 附近邻居听见巨大声响 四处逃窜 消防队员不断洒水灌旧 加上隔间和楼地板 全都是木造材质 大火一发不可收拾 但楼上还有住户 体质太短 他们就赶快再去 看看有没有其他方式 后来又到我们对面邻居家里 去拿那个垫子 大的垫子他们跳下来 就是刚好床垫一百波之人就跳下来 附近邻居联合起来 搬出床垫准备救人 先是跳下一名老先生 民众用手接住 随后一名富人也跳下来 居民用床垫接住他顺利救人 准备楼梯 楼梯也没办法 他就后来准备床垫 那女的就后来跳下来 对 还晕倒 这名黄姓男子 就是一群建议有为的邻居之一 回向晚上的火警 只记得救人要紧 当时一群正义哥 从家里抬出床垫 要接住从楼上跳下来的逃生住户 场面相当惊险 受灾民众 还卡在房子里 等部级救人员到场 只好跳楼求生 这场火发生了20号晚上8点 台北市库仑街一间透天措 当时96岁的碱姓屋主 和69岁的大女儿 跑到阳台求救 热心民众还在一楼 接住跳下来的两个人 他们背部还有轻微烧伤 随即送一治疗 而外出的小女儿 回家看到火警 焦急的掩面哭泣 会这么心急 是因为当时屋内 还有她的男朋友 来不及逃出来 55岁的灵性男子 不幸葬身火枯 另外在新北市五谷 同样也在8点左右 发生火灾 两场火警 都有一人丧命 双北这一夜真的毫不平静 这位郭欣洋 李洁台北报道 我需要您的地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需要您的地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